近日互聯網封傳一張照片, 照片裡有過百人聚集在陽和醫院大堂, 當中有不少人拖著行李箱, 而此症是輪候注射預防子宮頸癌的HPV疫苗。 本部記者星期日再前往陽和醫院視察, 但未見有照片裡的虛陷情況, 只有大約十幾個人在醫院的突藥門診裡輪候注射HPV疫苗。 據了解,有上述情況出現是因為有較多的內地人 在去年11月至12月如若打HPV針, 而本月正是第二針的注射限期。 醫院突藥門診大門也貼上第二針HPV9介疫苗注射的字樣。 陽和醫院早前回覆傳媒查詢時表示, 醫院早已定於週六及週日為病人提供第二及第三針的疫苗注射, 估計人流較多是與農曆年假結束有關。 來自廣東的宋小姐表示, 12月在陽和醫院預約打第一針, 三針的價格大概6100元港幣, 來香港打疫苗主要是因為內地疫苗缺貨。 另外,內地規定年齡超過26歲的人士不可接種9個HPV疫苗, 只可接種4個疫苗。 來自上海的黃小姐因為過了26歲, 所以來香港打針。 因為我的年齡剛好卡到26歲嘛, 26週歲。 我在內地的話, 它剛好要預約半年以上。 然後我的時間, 我的年齡剛好超過了。 然後我就沒辦法, 我就只能來香港打的。 然後你們在這邊打的話, 三針要多少錢? 三針,我當時好像是5000多吧, 內地好像3000多, 我記得。 可是是酒價嗎? 也是酒價,3000多。 原來是這樣。